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五重的手机里发现了其他女人的照片 点进她相簿内最近删除白底灰矿的垃圾箱后 我翻到了十多张同一个女人的照片 有偷拍 也有摆拍和合照 总之可以看出是一位好身材 鹅蛋脸 其间卷发 并且丝毫不畏惧镜头的美女 也可以看出她和拍摄者的关系有多亲密 然后我退出了相簿 双击Home键删去相册进程后 又不动声色地将手机放回了五重的上一口袋中 看像从浴室中擦着头发走出来的五重 装作平静地笑了起来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偷偷摸摸看五重的手机 这就说来话长了 刚开始恋爱那会儿 其实我也会翻她的手机 只不过从来不用偷着翻 我都是挂在五重身上 树袋雄壮地当着她的面翻 这个APP好不好用 那张照片更适合做平保 我顽劣地实施着恶作剧 而五重总是耸耸肩 眼皮都不抬一下地认着我来 当然一段感情要是总跟刚开始相比 这脑筋恐怕要一直上下去 和五重的恋爱长跑 恶行压步到第五年 是一瓶碳酸饮料拉开了环 气儿没了 味儿也没了 只剩下铝合金的罐体 在阳光下闪着惠明的光 表面上和清海燕照旧 你来我往从不疏忽 我这边在社交软件 放上她纪念日送的钻戒照片 那边在餐桌上 给她留了块覆盆子塔 五重这么说过 覆盆子是紫红的 颗粒的 挑逗的 所以她喜欢 嗨 还挺多啊 我查看着社交软件上 收到的赞后 挑了下眉毛 说起来 是因为到了开始怀念的时候了吗 我今年总是频繁地 想起两年前的夜晚 往往是这样 结束了护肤的最后一个步骤 我会在床上待坐一会儿 然后伸手去关上房间的大灯 又拉上床头那盏温黄的小灯 最后躺在一个人的床上 准备入睡 五重比我年长两岁 只场上摸爬滚大 就场上面寒而热 手脚并行地闯过来 这两年在事业上 终于大汗望云泥般迎来了一点起色 我开心 也理解她如何为难 所以在每一个床头灯亮起的温黄夜晚里 我都努力说服自己 大约凌晨两三点 五重拖着醉醺醺的身子回到房间 声音不大 灯也没开 扯开被子就向我这边凑过来 小孩子药堂耍赖一样 嘴一张开酒气冲天 她说 老婆 我爱你 鼻音长得要打起摇摇欲坠的呼噜 而两年后 我在第二天收拾卫生时 顺手将餐桌上完整的覆盆子塔 扔进了垃圾桶里 我也旁敲侧击地问过五重一些含糊的问题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啊 在难得可以一起的午餐桌上 我趁着五重盛汤的空档里 抛出这个问题 她在盛莲藕排骨汤 藕片在浓郁的汤汁里泛着量 一小波葱花末被撒在汤面上 黄的绿的和白的发着光 她直起的身子明显停顿了一下 像键盘打下一个突兀的顿号 然后继续专注着手下的汤勺 拨来拨去地挑开汤面上的葱花 老婆 我看直播给主播送汽车那事 被你知道了 她垂下手 一碗没有葱花的莲藕排骨汤 放在了我的面前 我看着她倒放在桌面上的手机 黑色的手机壳朝上 终究是在心里咽下这口气 开始喝起这碗没有葱的莲藕排骨汤 像硬币抛弃 始终是有好的心软的 不舍得一面降落在生活中 所以我的心肠兜兜转转就是硬不起来 让自己和自己斗得两败俱伤 就比如我不吃葱 而她总会记得 武虫的性格非常明朗 大多数人第一次见到她 就可以辨认出她是怎样的人 不正经且油嘴滑舌 而且很遗憾 直到现在 这个认知也没有迎来所谓的反转 认识武虫的时候 我正在被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实习压榨着 每日忙忙碌碌 浑浑噩噩 哭哭啼啼 当时的我对这个社会产生了 有生以来最严重的怀疑 但我更纳闷的是 虽然武虫的公司就在我们楼下 但也不至于 我每次等电梯时 都能遇见这个人吧 陈衣是整洁的 领带颜色是合理的 头发梳成了大人模样 连裤子缝都乖乖顺好了 可她就是要在正装下 搭配一双运动鞋 深灰色织物和白色的塑胶 鞋带很干净 怪人 我每每都安自低估 直到有一天中午 很巧 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不到两平方米的B字空间里 一击尴尬闷雷平地炸开 一种莫名的 我无法说清的情绪席卷着我 我用脚蹭着地 慌乱地看着显示屏上跳动的红色数字 看电梯制造商的生产简介 看电梯两面贴着的广告 就是不看它 终于到了她公司的楼层 我自觉地向旁边挪了挪 心里好像一块硕石即将落地 出乎我意料的是 五重动都没动 任由电梯继续上升着 九楼 十楼 十一楼 再到了我公司的楼层时 电梯停下 门慢慢敞开在眼前 电梯外的暖色和电梯内的冷色 短并相接 我捏住了拳头 察觉到有什么临界点在此刻到来 我在之后反出着当时 思考新照部宣誓如何诞生的 我们拥有着这段纯粹偶然孕育的时刻 短暂地形成了共同体 电梯上升的时间中 许多许多巧合在暗中发酵了 我当时捏紧了拳头 没有走出去 和五重单独相处的时候 荷尔蒙的分泌比往常都要强烈 并且强烈得多 当然 我旷定的这个语境是在当年 并且事实是 我们总归需要走出 这个难得的电梯间 两个月后 我辞去了这份硬骨头的实习 我和五重恋爱了 接下来 我们顺风顺水度过了一个五年 换了两个公寓 见了彼此的父母 一切都板上钉钉般被敲定了 但我有时半夜醒来 在漆黑的夜里 就着窗帘下一点朦胧的光 侧头看五重下巴上 短幼刺的护茶 总在想 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 是我们 还是生活 我和朋友提过一次 五重手机里鹅蛋脸的女孩 朋友在聊天矿那段 语言幼稚 键盘中悄悄打打了半天 还是像种子在果实中消亡那样 将话题转到了其他上面 我自知没趣 从此不再提 是啊 这种事情别人不好说话的 我还没有做出决策 更坦白一点 我很难去做出决策 不是由于安全感 不确定性 这种难以把握的因素 而是一种可怕的 洞察的平静 令我漂浮不定 像伯纳科夫说的 这就是那么一回事 在这句话中 暴露 惩罚 折磨 永恒 都已特别令人反感的 见过外壳的形式出现 我大概也许可能会妥协 但度过了这一次 那下一次呢 我此刻才发现 死局与我原来如此亲近 矛盾的特殊和普遍的统一 风不是不明归处的未知数 吹动的也并不只是偶然性 像你总不知道自己的问题 从哪里开始发酵 而我也永远 永远不会提 好了 今天的文章分享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守候与聆听 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我是应由 让我们在下一个夜晚 不见不散 我们爱过就好 天黑了 你睡在左边 你决定了 你决定了 却还在哽咽 如果你也会难过 为何坚持要离开 天亮了 天亮了 心里在左边 路过了你喜欢的街 不想要离开 我比你还难熬 相信吗 相信吗 我相信了 我是爱你的 你是爱我的 你是爱我的 但都知道 但都知道 也回不去了 也回不去了 一起忘掉 一起忘掉 我怕爱到最深的地方 我不可原谅 相信吗 我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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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爱你的 你是爱我的 非要到分开后才会知道 我深爱的你啊 我亲爱的 我放心不下 别再担心了 是你的牵挂 但都知道 你回不去了 我们爱过就好 爱了散掉 这不会有结局 你我都知道 就让我们说好 一起忘掉 我怕爱到最深的地方 我不可原谅 我怕爱到最深的地方 我不可原谅 我怕爱到最深的地方